公元1587年,大明王一代道德楷模,万事景仰的清官海瑞,在贫困交加中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。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,这位毕生为国为民的清官究竟说出了怎样未了的心愿? 大明王朝这座傲然挺立的海岗峰,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呢?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,立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,清官海瑞第八集,海瑞之死。 在辞官十六载后,十年七十二岁的海瑞被万历皇帝重新启用,并唯以重任。 可此事的他,尽管依旧满怀一厢豪情壮志,但毕竟年事已高,深感力不从心。 就连满朝文武也都认为,万历皇帝欺负海瑞,只不过就是要为百官树立一个清延的榜样而已,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 那么,以海瑞耿直的个性和豹活的理想,他会心甘情愿地只做一个摆设吗? 此时已经年余期许的他,还能够为朝廷做些什么呢?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,海瑞还会遭遇哪些挫折和打击? 身为大明王朝傲然屹立的刚风,一代清管海瑞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?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,历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,清管海瑞第八集,海瑞之死。 朋友们大家好,万历十三年的年初,小万历重新启任七十多岁的海瑞,让他回南京当年。 都察院的朱玉士,相当于监察系统最高长官,所以海瑞再其为谋其政,就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反腐唱联场,反贪反腐唱。 海瑞要反贪,要反腐,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?打黑。 海瑞到了南京之后就发现,这个南京当时行事比较萧条,商人不愿做生意。 为什么呢?细查了一下才知道当时的黑社会非常嚣张。 有一股黑势力盘剥商户,使得商人都不敢交易,所以行事非常萧条。 那么这帮黑势力为什么这么嚣张呢? 是因为他们背后有衙门撑腰。 而且这个衙门不是一般的衙门,是以兵马斯为首的府台衙门。 兵马斯可不得了,相当于当地的卫戍区警备司令部,不仅负责当地的城防,还负责当地的治安。 权力非常大。 所以兵马斯是这帮黑社会的后台,经常到商户那儿,就是拿东西,无常的拿东西。 拿了你的东西之后呢,还给个说法。 打个白条,兵马斯自己印制了一些票据,说我拿你东西啊,不是不给钱啊,我这有票据给你了,将来给你钱。 其实这票据就是打白条,说中了,那就要印尾钞,是不是啊,当钱用。 后来不光是到商户那儿白拿东西,越来越厉害,街坊邻居,普通的居民家想拿什么拿什么,就留个票据就算完。 谁都不敢说什么,海瑞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彻查此事。 然后到民间收集了很多这个票据,这白条,相当于是伪钞,落实了证据,先把兵马斯相关官员全都办了,办了之后,把这个黑社会一锅端,彻底打掉了南京当地的黑势力。 这一下,南京当地的市民,对这个海瑞啊,整顿官场,整顿天下风气的呼声啊,非常高。 就说啊,都说啊,海爷也保刀不老,必能整肃天下。 因为海瑞这时候七十多岁了嘛,当然叫他海爷啊,是不是啊? 所以海瑞自己也觉得,哎,自己跌量一下,也好,也还可以啊,自己不显老啊,保刀不老啊。 所以海瑞就想趁热打铁,再接再厉,奋起神辉,在江南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畅联连运动。 他这个想法,他就写了一篇咒章,这个帝成当时的万历皇帝。 在当时明朝官场,几乎无人不贪的环境中,海瑞提出的整治腐败的主张,无疑得罪了朝中所有官员。 而他在奏章中,所例举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例词,更是让自己成为了重视之地。 那么,海瑞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章中,究竟说了些什么? 这篇奏章又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呢? 在奏章里头,他提出了搞一场反腐败运动的, 这个主张。 但是关键的是,他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。 什么例子呢? 他说明太祖当年,为什么没有腐败的官僚? 因为明太祖严刑郡法。 比如说,当时有一条著名的刑法,惩治贪官,叫剥皮囊草。 这就是明太祖立下的规矩,说但凡有官员贪污60两白银,就得判死刑。 不仅要判死刑,而且要把贪官的人皮给活扒下来。 扒下来之后干嘛呢? 往里头塞草。 塞满了草之后,把这个塞满了草又撑起来的人皮放在闹室口, 示众。 这一下敲山正虎,以至于当时的官员绝少贪官,大家都非常害怕。 海瑞就说了,正是因为有明太祖的这个严刑郡法,以至于到了后来的洪志年间, 这个官场风气都非常清廉。 所以有了人宣之治,所以有了正通人和百废巨星。 现在你看官场这么黑暗,这么腐败,我们就应该像明太祖那样,像太祖皇帝那样,严刑郡法。 当时海瑞这篇表彰一上,天下汹汹啊,很多官员啊,都骂海瑞。 说海瑞要主张恢复明太祖的剥皮囊草这个酷刑,太残忍了点。 这个刑法因为非常残忍啊,说海瑞的心意实在太狠了,想得出来。 事实上呢,海瑞只是举例,我们细看这个海瑞当时的表彰, 他只是取例,并不是说一定要恢复剥皮囊草,只是学习明太祖言行俊法的这个反腐反贪的手法。 当然了,海瑞是一个干实事的人,他不喜欢辩解,平生很少辩解文章。 所以别人说他心黑,他也就默认,他也不吭声,以至于很多人后来都以为海瑞真的提倡要剥皮囊草。 事实上不尽然。 海瑞这个人,我们讲了特立独行,自己有想法了,给小万利上了一篇表彰,要反腐,要畅连,也不管小万利同意不同意,也没等到回音。 然后立刻在江南就制定了反腐条例,开始他的反贪运动了。 开始南京当地的官员也都没当回事。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反腐畅连啊,年年说,天天讲,每一院领导都说,谁也没真的当回事去做,是不是? 大家也以为只是海瑞,只是说说而已。 哪知道海瑞跟别的领导不一样,言出必见。 而且海瑞反贪有一个特色,什么特色呢? 先从身边的人,先从自己衙门里头反起。 为什么呢?他是监察系统最高长官,相当于是最高检察长。 所以他的反贪,先是从他手下的反贪局开始的。 先针对着手下的一批御史,当时就有一件小事,一下刺激了当地的御史。 刺激了这些检察官们。 说有一个御史,御史就相当于检察官。 有一天家里有喜事,喜庆日子,也不知道什么事,就请客吃饭,然后请了个戏班子到家里来唱戏。 这个大家都知道,叫唱堂会,当时就很流行。 他也没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 可是海瑞就把这事当事。 当时就把这个御史抓了起来。 为什么呢? 大家都很奇怪,唱个堂会怎么和腐败有关系了? 海瑞把老祖宗朱元璋的条令拿出来。 当时朱元璋是明令,当时的官员不许过任何腐败生活。 当官的你是什么? 你就是人民公仆,是不是? 你又不是商人,你摆什么阔气啊? 你请什么艺人到家里唱堂会啊,商人可以这样,当官都不能这样。 所以海瑞拿出太祖的条令,有请艺人,请灵人到家里来唱戏,藏则。 所以引出太祖皇帝的这个条令来,当时就把这个御史,藏则二十大棍,差点没打死。 本来人家家办喜事,结果没这个红白喜事,差点一起办了。 别人都很奇特,觉得这也犯错。 因为太祖皇帝虽然严刑峻伐,太祖皇帝死了多少年了,早没人记得这回事了。 全世界的人都忘了,海瑞忘不了。 他就把这条令拿出来。 这一下搞得南京当地的官员是人人自危啊,而且海瑞还放出话来了。 先自查自咎啊,给你们个机会。 不要等到我查到你在自首,那就晚了。 所以心里有鬼了,但凡有事了,这个忐忑不安啊。 海瑞整治腐败的态度之坚决,力度之大,令朝中所有官员深感不安。 甚至也有人因此对他怀恨在心。 那么海瑞推行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,到头来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呢? 当时,这个应天府有一个提学御史,叫房环。 这房环权力很大,管教育工作,不光管应天府,江南十三府都属他管辖。 所以这个手上的权力非常大,而且这个人是贪了出的名的。 为什么呢? 江南的学子曾经为他专门写了篇文章,题目叫《窝房功夫》。 摆明了就比照杜牧的那篇名作《窝房功夫》。 那个房子在那个窝房宫里读旁了,但是到他这儿就读房,他姓房嘛。 叫窝房功夫,房宫就指的房环。 为什么说他窝房功呢? 不说窝,说窝呢? 就说他那个贪婪,凶残,盘剥知识分子,陷害百姓,手段之残忍,之穷凶极恶,有如窝寇。 所以叫他窝房功夫。 这个家伙确实很贪,因为是主管江南十三府的教学教育工作,所以不论是这个国家级的考试,会试相试,就相当于高考,还是地方上县学里头,选秀才选生员,都设置重重的关卡,盘剥知识分子。 所以他看海瑞反腐畅连是真的搞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来,正儿八经的,所以颠料自己问题大了。 而且他看出来海瑞这种人不是用潜能摆平的。 想想海瑞这种人,糖衣炮弹供不下来,得另外出招,所以出了一招。 用什么炮弹呢? 脏衣炮弹。 什么叫脏衣炮弹呢? 就是泼脏水,扣屎盆子,陷害。 污蔑,陷害陷道莫须有,污蔑污道想当然,就拼命的往上给他扣屎盆子就行了。 所以海瑞还没查到他呢,海瑞到江南早听说这个防环的热名了,但是因为他主管江南十三府的T学御史,权力非常大,所以海瑞还在调查阶段。 结果海瑞还隐忍未发呢,他倒先出手了,干什么呢? 他告愚状,写了方表彰给这个万历皇帝,攻击海瑞。 我亲自在海瑞视察学校的时候,听过他说过这样的话,说什么呢? 说孔孟先哲,不过如此,当事圣人,唯我海瑞一人而已。 这个栽赃,那海瑞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? 而且说海瑞作为一个高官,特别喜欢作秀,为什么呢? 平常穿衣服,除了官服,都刻意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。 那裤子本来是新的,他弄了点补丁在上头。 说是对办公室用纸都严加要求,浪费一张纸都要挨处罚。 这不是作秀吗? 你说他这么大一年纪,皇上你叫他来,本来是为什么? 不过就是为了他做一个清官的榜样,道德的示范,装装门面而已。 结果他跑到江南来,惹得官场,乱成一锅粥,而且自己拼命作秀。 而且这个房环最贼的地方,人家不说他贪吗? 他也主动承认,向小万里忏悔,说我有时候试拿一些别人送的土特产,礼品什么的。 但是我不像海瑞那么作秀,我办实事啊。 对于皇帝来讲,我虽然贪点,我比海瑞那清廉要好。 为什么?皇上你需要我这样的人,办实事的人。 海瑞不过就是个摆设,你说他闹成的什么劲呢? 皇环这篇弹劾海瑞的奏章,显然是恶人心告状,逆造莫须有的罪名,污蔑海瑞。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看过这篇奏章之后,万里皇帝非但没有处置皇环, 甚至还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,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 因为海瑞反贪,本质上小万里还不太高兴。 因为我们知道在海瑞搞这一场反腐唱联运动之前, 最有名的一场反腐唱联运动是张居正的万里新政, 实行考成法,本质上也是反腐唱联。 小万里这时候张居正死了,把张居正的考成法全部推翻。 海瑞现在又来一场反腐唱联,所以他本来就不太高兴。 因为那个皇环也说到他心里头去了, 他本来确实把七十多岁的海瑞起父重新启用, 也不过就是看中了海青天的名声, 让他做一个道德的榜样而已, 所以他曾经赐给海瑞一方印, 上面刻几个大字叫长风化之官。 就是你做一个道德表率就行了, 一看海瑞真的要搞反腐唱联, 所以他本来也不太高兴。 这时候他刚看完了房环的这个表彰, 海瑞那边知道看到政府的通报, 辩解状也送上来了。 海瑞辩解状一来, 结果当时的万历皇帝, 二十多岁的年轻的万历, 也很懂得太极的手法, 批了个批语, 叫是非自有公论, 不必定。 什么意思? 就这点小事, 你说你们俩吵什么吵, 有什么吵头啊? 算了,算了, 大家各退半步, 不要吵了。 这是什么呢? 先把自己撇心了, 霍悉尼。 结果这一招霍悉尼, 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小万历想不到的后果。 他不是说是非自有公论吗? 不要争。 结果马上公论就来了, 他不辨识是非。 江南的知识分子, 秀才们, 僧员们, 这些知识分子们, 一听说这个是群情激愤, 为什么呢? 在他们的眼里, 海瑞那就是一个道德的楷模, 在他们的眼里, 防环的家伙就是个地道的恶魔, 是不是? 皇帝你不是说是非自有公论吗? 好, 马上拿公论给你看, 江南的知识分子, 群情汹汹, 大家拼命的写文章, 骂这个防环, 当时有个特有名的一个年轻人, 叫顾允成, 写了好几篇文章, 骂这个防环, 写完了还不解气, 让他在朝中做官的哥哥顾献成, 按照政府的公文程序递交上去, 这一下所谓千夫所指, 不疾而终, 大家以为防环肯定完蛋了, 哎, 皇帝的心理和一般人不一样, 你知道吧, 这个万历皇帝看到江南的知识分子搞得像学生运动一样的, 所以他就很恼火, 反而一意的偏袒防徨, 最后反而处理了顾允成, 顾献成这些人, 但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啊, 有骨气有气节, 宁舍不弯啊, 说在江南的东陵书院里头, 风生与生, 读书生, 圣生入耳, 家世国世, 天下世, 世世关心, 这帮知识分子后来在江南, 议论朝政, 就是后来著名的东陵党人的雏形, 你看从历史的角度看, 著名的东陵党人, 还是因为海瑞而起的, 万历皇帝不辨是非, 偏袒贪官防环, 激起了天下文人的不满, 大家纷纷指责皇帝昏庸, 为海瑞鸣不平, 那么此时作为当事人, 一向爱赠分明, 刚正不阿的海瑞, 会对昏庸的万历皇帝, 做出怎样的回应呢? 海瑞看到这个小万历这么偏袒防环, 心中也是气愤难平, 到了万历十五年的时候, 接连上了好几篇辞职报告, 我不干了, 既然不是让我来干实事的, 我不干了, 那小万历怎么可能让他走呢? 小万历兴致勃勃的, 把七十多岁的海瑞一老翁, 从海南请回来, 这时候再让他走, 不是打自己的脸吗? 多没面子啊, 死活不让海瑞走, 但海瑞性质很强, 你不让我走, 我非要走不可, 所以一连上了七封辞职报告, 海瑞这个就是要走, 小万历就是不让他走, 这一下两个人僵在这, 连力部都很为难, 不知道怎么给海瑞安排工作了都, 所以当时天下, 朝廷的官员这件事都不敢议论,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牛人, 都不是好惹的, 看这个局面就僵在这儿, 到了万历十五年的东十月, 亲职耿戒了医生的海瑞, 在南京的家中病逝了, 他死了, 这个僵局就破了, 小万历再不用给海瑞较劲了, 从力部到朝廷, 大家都输了一口气, 总算解决了这个难题, 所以你看看, 堂堂的大明王朝竟然容不下一个耿直的清官, 最后这个清官只有用死, 才能化解和这个污浊城市的矛盾, 只有用死, 才能挽回当时政府整个朝廷的脸面, 读书人一生长叹, 那就是历史的悲哀, 这就是历史的苍凉和无奈, 所以, 虽然小万历当时的朝廷都把这个海瑞当做一个清官的摆设, 但是我们知道, 以海瑞的耿直个性, 以他的道德情操, 他绝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摆设, 他的一生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奋勇向前, 那么海瑞的理想和信仰到底是什么呢, 如果我们来替他总结一下, 我觉得用两个字就能总结了, 清官, 纵观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, 很少有清官能做到海瑞这么纯粹, 为什么呢, 我们来看清官的定义啊, 一般人以为清官就是清廉, 不贪就叫清官, 我个人认为啊, 要算得上清官, 必须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, 第一个清明, 清明是有能力, 是有为官的能力, 要为百姓干实事, 凭冤狱, 凭冤暗, 做实事, 对不对, 海瑞自己也说了, 做官第一要, 要为什么, 要为百姓辛其力, 除其弊, 你说你糊里糊涂的什么事干不了, 天天师位素餐在那个位置上坐着, 熬着, 你不猜你就叫清官了吗, 不是, 人民的公仆你要做事情, 所以第一是清明, 第二是什么呢, 是清正, 为官要正, 不依附权贵, 不结交这个恶势力, 对不对, 我们知道海瑞, 忠祺一生都不依附他人, 因为能够不依附, 才能保持一颗公心, 因为能有公心, 才不会被私心左右了自己, 是不是, 清明是有能力, 清正是有立场, 第三个叫清戒, 清戒就是有品格, 很多人当了官之后, 受这个官场环境的影响, 受私心私欲的影响, 一进观察, 三跑, 向上, 跑官, 到领导那儿跑官, 然后向下, 到富商那儿什么, 跑前, 中间还要找一些文化人, 跑跑文化, 附庸风雅, 是不是, 跑到最后觉得自己很有品位, 什么都有了, 其实, 什么都有了, 等于什么都没有, 真正的有品位, 是什么呀, 必立千任, 无欲则刚的人, 那才是有品位, 就像海瑞这样, 大明王朝一座, 傲然独立的山峰, 所以这是清戒, 有了这三个, 还不能称上最好的清官, 还必须有第四个, 也就是我们说的, 那个终极的条件, 也是最重要的条件, 清理, 海瑞这一生, 你看看, 当初当小县令的时候, 带着他母亲在浙江那山区里头当小县令, 明史里头就明确说到, 不刨托树, 一输自己, 就平常穿衣服, 除了官服之外, 全是打补丁的衣服, 平常家里吃的东西, 都是自己开荒地种的, 种的粮食, 种的菜, 你说穷到这份上, 后来条件好了, 到京城当官, 当京官了, 工资收入多了, 对吧, 但是海瑞抬官骂家境, 找自己的好朋友, 托付后事的时候, 全部的遗产多少呢, 二十两, 我们说过, 再后来外放, 到当这个应天师傅巡抚, 江南多少省的省长, 按道理条件好了吧, 但是他老婆就是因为营养不了, 疾病而死, 家里穷啊, 再后来, 你说现在当了, 这个堂堂的国家监察系统最高长官, 相当于, 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, 是不是啊, 说他死的时候, 家里这个穷啊, 这个名识里头说到, 听说这个海瑞的死讯, 千都欲使王永吉入室, 各为必赢, 有韩世所不堪者, 因气下聚精为廉, 听说海瑞死讯之后, 同事王永吉, 赶快跑到海瑞家里, 处理伤事, 处理后事, 这个时候海瑞, 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, 妻子也死了, 有两个女儿, 远嫁他方, 身边就一个老仆人了, 就王永吉跑到海瑞家里头一看, 不仅是热泪长流啊, 为什么呢, 说这个家里穷到什么地步, 葛为必赢, 说海瑞家里那个床上用的布啊, 什么布呢, 是葛布, 葛布是什么布, 就是那个葛藤的皮边的布, 那是所有布里头最烂, 最最便宜的一种布, 堂堂最高检察长, 他的床上铺的就是这种葛布, 那并赢啊, 那些竹篮子, 竹子做的器具, 比较耐用的, 但是就是这些装东西的器具, 一看都用了几十年了, 破破烂烂, 王永吉实在想不到, 这个都御史最高检察长, 海瑞家里头穷到这个样, 在一检察海瑞的遗物, 说剩下来的钱, 都不够炼账, 都不够下账, 王永吉实在没办法, 把检察院的同事都叫来, 干嘛呢, 捐款, 大家捐钱啊, 聚精为脸, 然后才把海瑞垫账,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啊, 说不会吧, 海瑞最高检察院检察长, 他就是拿工资也不至于, 穷到这个份上了, 这里有两个原因啊, 一个是明代的公务员的工资, 非常的低, 标准工资非常低, 这个明太祖朱元璋, 当时的想法不是高薪养脸, 是低薪养脸, 可事实证明后来低薪养不了脸,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, 官员就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, 相对于标准工资之后, 有了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, 这些灰色收入呢, 后来也都是公开的, 灰色变成白色的, 就是说大家都认可, 所以拿这个灰色收入, 是约定俗成的事, 但是唯独海瑞基本上不拿, 就拿一个标准工资, 那是非常, 钱非常少, 还有一个原因呢, 他家为什么这么穷呢, 海瑞这个人节俭惯, 他有十块钱, 他只过一块钱的日子, 所以看上去非常之穷, 海瑞就是在这么穷困穷顿的情况下, 你看凭了无数的冤狱, 帮了无数的百姓, 整了这个嚣张的钦差, 骂了昏庸的皇帝, 推行了一条边法, 兴修了江南水利, 反了这个官场的腐败, 最后还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清官形象, 多不容易啊, 当然最最不容易的, 还要说是海瑞的死, 因为海瑞这时候身边临死前, 已经没有什么, 除了一个老仆人, 已经没什么家人了, 自己为国为民一辈子, 你说到死了, 总该有点什么, 为了的自己的心事吧, 所以海瑞临死前, 就挣扎着要说什么, 所以身边的老仆人, 就跪在海瑞的床边, 就问海瑞, 说老爷你有什么未了的心事, 你给我说, 我一定, 哪怕抛头颅撒热血, 我也给你办成了, 结果海瑞的挣扎着, 说出了一代清官最后的遗嘱, 公元1587年, 一生清正廉洁, 为国为民的海瑞, 在贫困交加中, 孤单单的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, 那么这样的一位万事景仰的道德楷伯,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, 究竟会有怎样未了的心愿呢? 海瑞说, 前两天发工资, 这个月的工资, 朝廷里发工资, 冬天到了有一笔取暖费, 这个取暖费里头多了七千银子, 他们发错了, 多发给我七千银子, 你一定要给我还回去, 我海瑞一生清清白白, 从来没多拿公家一分钱, 你要不给我还回去, 我说死不瞑目啊, 这话搁着别人, 我们会觉得难以想象, 是不是啊? 甚至觉得不合理, 但是搁在这个一代楷模, 万事清官海瑞的身上, 连结自律, 就是他本能啊, 就是他的本能啊, 所以当时这个老仆人含着泪, 说你放心, 我无论如何, 也把这七千银子还回去, 所以小小的七千银子, 看上去不多, 但放在历史的天平上, 称一称, 那是重比泰山啊, 南京的百姓知道海瑞, 这个去世的消气之后, 满城痛哭啊, 家家户户, 哭记败记海瑞, 据当时的记载说, 上出江上, 白衣罐送者假案, 哭儿垫者百里不绝, 就是说大家知道, 海瑞的官国要送回海南老家了, 说当时南京的市民啊, 倾城而出来送海瑞, 因为走的是水路, 所以大家都到, 披麻带笑, 到江边来哭记败记海瑞, 说整整排了多长的这个宋藏队伍呢, 排了整整的岩浆, 排了一百里啊, 上百里啊, 十里长街送总理啊, 百里长江送海瑞啊, 这就是人民对真正的人民公仆的, 绵绵不绝的禁忆, 说海瑞的这个官国, 台到海南, 台到海南, 这个海口市, 现在宾崖村这个地方, 说突然, 这个台关的官绳啊, 莫名其妙, 啪的一下就断, 这个棺材就跌落在地上了, 当时这个奉旨, 护送海瑞官国的官员吓了一跳, 就说这个这么粗的官绳, 都精挑细选了是不是, 怎么可能断了呢, 就很奇怪, 然后换了官绳再台, 结果再一台就觉得这个海瑞的官木啊, 比原来众多了, 所以当时的官员都很害怕, 就想, 哎, 哎, 不对, 海瑞这一生特立独行, 啊, 风格鲜明的很, 是不是海瑞他自己不想走了, 结果一看宾崖村这个地方, 当时虽然荒凉, 但是青山绿水, 松柏环抱, 还有很多松树柏树, 象征这个品德高洁之势啊, 是不是啊, 大家一商量, 不对, 肯定海瑞自己选的这个地方做墓池, 大家别抬了, 就在这儿吧, 所以你现在去海南海口市的兵崖村, 你就会看到松柏巩立的海瑞墓, 我当年有历也去过, 印象最深的, 是海瑞墓那个神道的石牌放上头, 有四个大字, 越东正气, 据说是万历皇帝, 亲笔所书, 我觉得小万历写的不好, 要写也应该写天下正气, 或者人间正道, 是不是啊, 岂只是越东正气啊, 所以老百姓对海瑞, 那是不能忘怀的, 当时南京的百姓, 在送走了海瑞的这个棺果之后, 又开始忙活另外一件事, 请海瑞的灵魂回南京, 干什么, 当城皇神, 就城皇庙的神, 因为在海瑞生前的时候, 海瑞已经开始慢慢被神化, 所以有一次, 那个北京地界一样东西到南京来, 当时南京城的船是什么呢, 海瑞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, 是一个木妖神, 是个木妖, 说这个木妖啊, 在紫禁城的御花园里头作祟, 很厉害, 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, 逮着就得审啊, 北京那么多德高望重的, 达官贵人, 官员, 没一个审得了他, 实在没辙了, 小万历自己愈驾亲审, 结果这个木妖还是不怕他, 小岸离急了, 说了一句话, 你再不老是我让海瑞来审你啊, 说这个木妖一听这话, 吓得浑身直打哆嗦, 所以北京就把这个木妖递解到南京让海瑞审, 满城出来看这个海瑞怎么审这个木妖, 其实哪有什么木妖啊, 是不是啊, 只不过老百姓这时候已经觉得, 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了降妖伏魔的能力, 所以南京城啊, 当时的百姓纷纷的请着道士, 干什么呢, 这个念经打叫, 准备迎接海瑞回来当城皇神, 南京的城皇神, 但是南京人虽然很热情, 哪想到还有热情更高的, 苏州人也传说, 说玉皇大帝把海瑞封为了苏州的城皇神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时海瑞在江南新修水利推行一条边法的时候, 是坐镇苏州府, 所以苏州人认为海瑞当然应该回我们苏州, 而且苏州人动作比较快, 南京人还在请道士念经的时候, 他们已经新修了崭新的城皇庙, 红粉刷墙, 连海瑞那个办公室带那个三十一套的那种套间都准备好了, 所以在后来的民俗传说里头, 海瑞就成了南京苏州兼任两地的城皇神, 当然了, 不管是沈木妖还是城皇神, 有多少虚妄的成分, 这都反映了老百姓心中, 海瑞那种永远难以磨灭的地位, 所以我只想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, 并借助张克家那一句名言来表达我们对海瑞的敬意, 有的人活着, 他却死了, 有的人死了, 他却永远活着, 他就是海瑞, 就是平凡而伟大的海瑞, 就是清官海瑞, 谢谢大家。 于谦, 大明王朝的旧史宰相, 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之际, 使他挺身而出, 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, 使得大明王朝的寿命又延续了将近两百年, 像这样一位力挽狂澹的旷世英雄, 在学生时代却是一个令老师头疼的学生, 那么于谦在学校里都做了些事了, 进行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, 为我们精彩讲述, 旧史宰相于谦第一集, 求学威容。